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广大集团创办人林百里董事长 参与此次的演讲 林董事长演讲的主题是 创意经济 我们有机会吗 讲座开始前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台湾大学明思成校长 为我们开场致辞 好 谢谢 好 林董事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我们这个孙云权 积累管理讲座呢 很高兴请到我们广大集团的创办人林百里董事长来给我们演讲 林董事长是台大电机系毕业 还有研究所毕业 是我的学长 那么当年呢我们这个1970年代初 那个时候呢 我们都在这个电机一管 那个时候是新管 最新的中央冷气系统 600平四层楼 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新楼 那个时候呢 我这个刚刚上大学 1970年 那个时候我们去上机嘛 computer 对对对 打卡 送进去 一转出来糟了 打错几个 就跑丢出来 我们就在那打卡 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就是 那个时候在二楼还是三楼 三楼 三楼 四楼是电脑 我们的林董事长 那个时候是硕士班 在做论文 跟温室 两个呢 正在做什么呢 台湾第一台microcomputer 我们不晓得 这个历史正在我们头上飞过去 后来就是做成功了 还得了好多奖 我还看到报纸上都有 各式各样的奖 只是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而已 在我们头上 历史在我们头上发生 那1988年呢 创造广达电脑开始 展开了notebook PC 然后整个的集团 变成一个巨大的企业 所以他就是很勇敢 踏出了第一步 创新 那个时候没有人做 那么他去做 然后起了这个头 然后创造了一番事业出来 所以今天呢 我们非常高兴 起到他呢 他跟我们讲创新的经济 就是把他几十年前的经验 那个创新的经验呢 再重新进步了那么多年 重新再出发 让我们的同学知道 我们是有很多idea 但是呢很多idea是没有实现的 我举个例子 1996年 16年 那个时候我刚上任当教务长 我们准备推一些好的program 那个时候资讯系呢 就提了个program 叫做Digital Library 数位图书馆计划 我们觉得很好 我们就把钱砸下去 就开始做 在做的过程中呢 这是唯一结合人文跟科学 科技的一个计划 那么里面当然太多的资料 也要学searching的一些agorism 做了两年以后 国客会看到了 觉得我们台大做的计划不错 就把这个计划怎么样呢 把它拿去 变成国客会的数位博物馆计划 就变成全国性的计划 然后越做越大 最后到实惠点长 数位内容 到今年结束 整够做了15年 这么大的一个计划 我们所不知道的是 就在1996年同年 斯坦福大学的资讯工程系 那么有个教授 也开始了Digital Library的计划 那里面呢 有两个博士班学生 那个时候在 Computer Science 地下室 跑去了 一看地下室 都是新的电脑 没人用 他们就把他盗起来 因为他们也是在做 Library 叫Searching 他们就搞了几个小的 Searching Engine 就做起来 两年以后 1998年呢 他们就在斯坦福旁边 跑到外面 Mano Park 开了一家小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什么呢 叫做Google 什么意思 我们都有创意 但是他们有实现 他们真的把它实现 我们很可惜 我们没有实现 我们有那个idea 但是只做了一些就算 发表了论文就算了 这是我们的毛病 我们需要 有了创新 必须要实现 要再往前跨一步 所以我们今天欢迎 我们的李永乐 再来跟我们讲这个创新经济 好 大家鼓掌 小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很给面子 都可以跟文台拼一拼了 不过好汉不谈当年有 我们还是谈未来好 那个实在是 当时同学们这么热心 我讲台湾真的很有希望 但是你们面对的一个世代 跟我们当年面对的世代 是截然不同 我们当时面对是一个工业型的经济 那你们面对是一个创意型的经济 没有创意就没有办法成业 所以这个是一个 比较你们的未来的竞争 还是比我们过去的难太多 难太多 所以说看人家创业容易 自己创业是很困难的 不然我们再看 今天我是准备的要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想说在台湾演讲的话 讲是很容易的 答问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也准备的 心里也做准备 看学校好不好 就看那个Q&A怎么样 所以说最难过是哈佛 问的问题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把你搞垮 所以你们要好好来挑战 这个创新型的经济 我们有机会吗 为什么我要研究这个问题呢 因为答案就是说 后PC时代 Po PC error 其实听似人 怎么有一个Po PC error 没有Po 汽车 error 没有Po 飞机 error 但是有Po PC error 为什么 因为这个Internet 完全变了 这个Behaviour完全变了 这个Behaviour完全变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代的改变 那这个改变怎么来的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 一句话跟着对我 很惨记的心里面说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所以我们一定要今天的行动来改变明天的世界 Be the change 为什么这个话非常对台大时代很重要 台大在台湾是代表什么的位置呢 台大是领导整个台湾的思想 整个方向往前走的一个学校 好比大陆的北大 好比美国的哈佛 Stanford 好比英国的Oxford 我们要领导整个国家的思想方向往前走 不只是技术 不只是科技 思想更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想说以台大的高度来看 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起来找到 打开未来的钥匙 MV的钥匙 也是你们的未来 好 那今天我要讲三个题目 一个是一个巨变的时代 是Web 2.0的改变 另外一个是 Jenry Smith X 就是说 这个是什么时代的人 X什么意思呢 我不给他这个变号 因为变得太快了 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下一代变得太快了 好像那个细菌这样变种一样 那政府也要变 还在变 当然说很重要的是 教育会在变 技术模式也在变 管理学院当然也在变 既然是在这边谈管理学院 管理EMBA 当然说谈技术 那广达 如果我买点广告 广达也在变 2.0 Reinvent广达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先谈 2.0这个本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大概叫2.0 这个是一个无形的革命 我们谈这个 Jenry Smith X 邀平书记谈这个Jenry Smith X 本来是讲Jenry Smith X C世代 就是Computize Click Commute 但是我想用X来代表 这个怎么谈呢 9.0后的这一代 截然跟9.0前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好像是说 我想说过去这个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有变子跟没有变子是不一样的 你们是没有变子 炸变子的 我们这个跟三种一样 已经有变子的 我们的思想是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这代90年代的孩子呢 他不买电视机的 他不看电视机的 他不买报纸 也不买杂志的 他们everything is clicked connected in community 他们never know other than internet, mobile and social network 像我孩子是 他从来不看报纸 他找出来找一个PC一番 都叫这样子了 所以为什么广大卖那么多 东东不跟你是这样的原因呢 也很谢谢 但是小心 2020后的话 他们都是40% 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好好地照顾他们 就是江超长照顾你们一样 你们都是90后了 对不对 现在 而且可能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说 这个90后的人类呢 他从Google里面学习 他们交谈是用Facebook 他们集结是用Twitter 他买东西 他买东西 见过Amazon 见过e-commerce 现在的 X世代是 一生下来都用iPad了 一生下来都用这个来玩Game了 这个 那个Mark Genevert 他是做了一个企业 IPO是世界最大的 IPO的那个 那个钱 那这个30岁的孩子 都搞革命了 摩尼花革命是他们开始的 不是老人家开始的 所以他没有我们当年国父那么辛苦 那他不用奔走了 他就写写就OK了 那他都收手的 他们绝对是mobile的 他们是video的 这三件事情是一个 影响到这个 现在的这个整个的 人类的behavior太大了 现在video太大了 那个video 2010年的所有的TV的video 如果你一个人看的话 永远要看2000年 那个实在是 当然是爆炸性的一个成长 video 所以说 这样解释我一下 那 那 我讲的比较简要一点 其实里面很多内容 政府在变很多 政府在变 你看 我们这次去伦敦奥运 我非常非常感动 他怎么样去 英国是一个 英国人很会管理国家的 英国人 是一个创意工业最好的一个国家 东西说 他做个design art 文化创意 他做得最好 英国是做得很好 所以他的opening 是想说 你看 他整个奥运都是为了推销他自己的国家 所以一个新的国家 就这样子要呈现在世界的 世界所有人的面前 他要 inspire a generation 已经令我很感动 他说 不是inspire generation 人生性 可以inspire我们的老人家 还有年轻人家 整个世代都要inspire 所以他就讲很多 他当时英国人的发明 英国人对这个世界的发明 工业革命 汽车 钢铁 还有医疗 还有很多很多的艺术 对 inspire整个 generation 所以当时 英国人说 美国人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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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用GREG来做 因为GREG成为 GREG成为他国家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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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 动力 这个是一个 我认为他 他不只是这样 他真正是 他们的国家的 那个 政府的结构 很flexible 所以是可以改的 有prime minister喜欢改就改 他们就能有 工业与创新部 我很佩服 為什麼高粉們叫Flexible呢 因為世界都改變得很快 要超快 超多變的 變化也快 輸入也快 政府如果是一個死因的機構 你當然趕不上 大家回韓國的話 要講SMART 韓國的故事很長 它是要share的 所以國民要share 而且國家要CIO 我們現在沒有CIO 它是全部提倡Mobile Mobile不只是一個手機 這樣子簡單的事情 整個cloud 整個infrastructure 是Mobile的 它要Citizen的話 Citizen-centric 是要Data Democracy 它每一個國民都享受Data 為什麼 這個很重要 到美國去的話 它叫Out Innovate 當然美國人說它不只Innovate 它要Out Innovate 我的創意要超前人家的 當然美國有這樣的資格 可以講這個話 它是說Do everything we can to encourage Innovate,Innovate,Innovate,Innovative Spirit compete and sell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政府就說 我就要極盡所能幫忙企業 去全世界去銷售 我們政府有沒有這樣講 誰在臨時的忙啊 說什麼 救什麼救什麼 保什麼保什麼 保二保三 那個沒有意思了嘛 那個感冒藥沒有用的 要捷徑心力 鼓勵 心創產業精神 然後它要Out Build Out Educate Out Innovate Every other country on earth 這個有歐巴馬 你查那個歐巴馬的網站就知道 這個也不什麼大家要學問 這樣一個國家精神 才有辦法寫 我再往前走 OK 好 那我想說 有一句話 那個 Charles West 是這個MIT的前校長 他講得很 他最近當了一個國家的 什麼 那個Engineers President NAS的NAS Chairman 他說 現在該是時候 We require a perfect awaiting Expressment of political will Resetting of priority Sacrify of the future 所以現在當一開始 集體的警學了 警覺為了未來 我們好好看一看 我們這個政治的will 我們 剛剛 前面一張 不行 前面一張 我們這個願景是怎麼樣的 政治上的願景是怎麼樣的 我們要好好排我們的priority 有些該犧牲的都不要了 都不要做了 那台灣不是 台灣就講那個公平公義 公平就是每個人都有 有一口飯 每個人都有補助 然後結果就變平庸了 公平加平庸等於平凡的 都是搜索 沒有一種特色 你怎麼會有高人的地方呢 尤其我們這麼小一個國家 都要講那個公平 公義 家裡已經窮了 孩子 每個人都要一樣的話 不行的 我講這個很殘酷了 有一個鳥生了四個蛋 結果他糧食不夠了 他把兩隻鳥丟在外面去 只剩下兩隻 兩隻就長大了 明白我的意思 一個鳥媽媽生了四個蛋 她發現說她記著 糧食物不夠 她把兩個蛋踢出去 剩下兩個 好好把兩個蛋 我這樣講好像是很殘酷 但是這個是Tenley 美國都談了 Sacrifice for future 好 我們再講 然後他在想說 我們We can properly only based on Brain power property prepared and properly applied brain power 所以我們已經好好準備這些 Brain power 然後好好用那些Brain power 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學校 這個就是產業 商業 就是說你學校做很好的Brain power 讓產業好好來用 這些Brain power 將來接軌起來 他們就談這個事情 這個事我就說 對我們來 如果談了教育的2.0 我們就談了2.0 所以說其實教育 我們真的是不能太過掉以輕心 英國也在大改 他們得到自己的教育不行了 韓國在大改 連Bill Gates也在談 哇他在美國要好好來改他的教育 連Fairman也在談 我雖然同意 就是說怎麼講 就是說那個 小講會有時候不應該這樣講 我讀書分數不高了 不高 但是我也不太怎麼愛讀書 但是我愛讀的 我已經讀得完全完全了解 然後才能夠創新 完全完全 因為 講個 真的是我的心裡 沒積分根本不懂 什麼Tensor 什麼Rectors 什麼都不懂 我學校我們班很懂得好多 後來就做天線去了 做這個很高科技的東西 但是我只懂1跟0 1跟0我懂了 最簡單嘛 還不懂的話就只要 不會畢業的了 但是1跟0是太大的事情了 這個數位電子是個大事情 我就全部心裡就全部去讀這個數位電子 然後去研究電腦 非常有興趣 因為我的邏輯很強 但是我的數學真的很糟糕 但是我發生我自己了 我邏輯很強 我應該去研究電腦 所以我在碩士班的時候 就去好好去研究這些電腦的東西 哇那個管管爛手 後來人家說我畢業 我去做電子直升機 後來做了15年 我一定要做電腦 因為我說電腦 應該是Nudebook這個形狀的 而不是專程的形狀的 1988年的時候 我說我要出來創電腦公司 去做Moba的 Nudebook的 Portable的 我不要做電腦 那時候我跟人家正邊說 你看LCD的技術是這樣往這邊走的 它DRIVE就是往這邊走的 半導體的那個 Voice Law 是這樣跑的 那為什麼不使用Nudebook呢 為什麼不使用電腦呢 那個Nudebook模仿我的智慧 滿街跑才對啊 不應該是放在家裡啊 當時1994年 Intel還是跟我在爭論這個事情 1995年他們投降了 他們真的是要做Nudebook的CPU 現在那個人 轉念給我說服的那個人 現在是Intel的CEO 是Paul Ortonini 現在成為好朋友 那因為有這樣的Vision 有這樣的Disruption 我就成功了一個電腦公司 不是說我只有一個加工 只有一個工廠 是這樣子 所以到現在廣達還是一個 Design能力很強的公司 創建能力很強的公司 所以現在雲端裡面的電腦 我們做了60% 所以為什麼就是靠一個創新能力 OK 講的教育好了 那個 我想大家會看過他的書 是Tom Friedman 他說地球是平的嘛 大家都知道他讀過這個 他說這個 Gruparization and IT Vibration Continue to merge and expand and advance 所以地球更加快速的來軍航 大家以後的國家有分兩種 一個是High Imagination Enable的國家 還是Low Imagination的國家 創造力低跟強的國家 這個完全是教育的結果 我不相信我們的學生沒有創意的 創意不夠美國這麼好的 我有一個工研師 他很好 他在公司做得很好 但是這好而已 我送他去MIT讀博士 哇 不得了 那個環境使然的嘛 所以我們要 我們這邊要採大 有標這個 真的是 超創新的環境 鼓勵創新 鼓勵 不需要這個 大家發表 創新的想法 產生這個環境才是 去How to Inspire 他說這個 他那個創新 是造出來還是激發出來 Titching creativity還是 inspiring creativity 我個人認為 inspiring比教育更重要 因為inspiring 更難於教育 但是我也不知道 說創意怎麼交出來 我也不知道 他其實inspiring出來 是很好的 所以MIT Long School 有很好的課 叫我們manage innovation 這個是公司裡面 很重要 所以談到說 說教育的改變 在美國的三所大學裡面 說說哈佛 Sanford MIT都是那個 頂尖的學校 他們已經 做一個很新的一個改變 其實說他們的所謂的那個 有一個叫National Academics 他們Advisor to the Nation o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他們也同樣 這個地方也有一個論文說 Research University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引用性大學跟美國的未來 因為引用性大學是決定美國的未來的 也真的是決定整個世界的未來 他想跟我們說 Stanford 一個教授做了一個數位的Library 結果現在承受一個Google 聽說全世界 所以說 現在真的是 美國要怎麼談呢 他說 這在創新 尖端的就業 或者繁榮 說 And carries innovation that lead to high quality jobs Increase income and security, health and prosperity for our nation 所以他的定義是 這些研究大學 真的是 擔負了國家繁榮的責任 就是 我真正相信是這樣子 那我三個首相 我都去看過 真的是 人才積極 而且說 他們真的很多事情 未來是多多多 那邊的地方改定起來 然後 他們說 realize the unique partnership among research universit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states and the the phalianthropy and strengthen its link with business and industry 所以 銀行大學政府 公益基金 要跟商業跟產業接軌 就會產生一個這麼 一個國家競爭力 我真正相信說 尤其在美國 因為那個大學 跟那個 很多的那個VC 還有跟很多的公司 這樣子 一層一層的來合作 產生幾個美國的創業經濟 所以創業經濟不是靠學校 但是更要靠產業 更要靠很多基金會 政府 一起來做的 並不是一方面會做得好 所以說 我們談到那個 這個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創業型產業 都是完全要靠 research university 產生新的技術 像 Bill Gates 從哈佛出來 Google 也從那個 Standford出來的 像 Facebook 也是從哈佛出來的 所以說 現在 這個 大學開始 來做一個 online university 就是說 web 2.0 如何 進行到大學 現在 今年三月份 MIT 出了一個 online university MITX 這五月份 哈佛 也做一個 哈佛X 這七月份 他們 全部 在一起了 叫EDX 為什麼 MIT說 光是我做一個 online university 是不夠的 我只有一個科技而已 但是哈佛的人文 很強 藝術也很強 兩個合起來 不是純粹最有競爭力的嗎 對不對 這兩個 MIT跟哈佛常常在吵架的 雖然隔一條河 就跟我們那個清大跟 趙大一樣 常常吵架 這個一百多年都根本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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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吵架的 不是打架的 沒有不吵架的 哈佛人 叫做MIT 人 MIT只會做product 而已 但是哈佛說 我們會 make profit 都是P 你們會 make product 我們會 make profit 哦 那 make profit 比較厲害 所以哈佛班學校 一起收入很強 那 Berkeley也很強 三個合起來 因為他要找一個西岸的人 因為西岸是太有創意的一個地方 所以三家學校還在一起 做出一個 online university 非常 那MIT的校長 我問他 他說我要從三萬尺的高度來看 教育的創新 為什麼 他不是從那個 地上看 黑板怎麼電子化 怎麼用iPad 怎麼學生 怎麼用輸出內容 這個地上的問題 從三萬尺的高度來看 都是不一樣 不一樣 它是電機器的 所以我覺得 很有同樣的DNA 那他做了一個實驗 做了一個黑門課 是電子學第一課 它叫Seal Marketing 就有十二萬人去參加這個 讀這個書 全世界 等於說 他三個月的online education 等於一百年的變成這麼多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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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高興 我說 你看 我一堂課就叫十二萬人了 看看怎麼講 歡迎 歡迎 來的 臭 通關於 OK,Welcome to6002 This course will help you make the transition from physics to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about a lot of fun things including the foundations behind many cool devices such as the smartphone I am Anand Agarwal I am the director of MIT's Computer Science 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or CCM I'm Jerry Sussman, professor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MIT I've been a faculty member here since 1973 I've built electronics, optics, computer and so on You're all passionate and educated Let's get started MIT is like this Let's look at the next one This course is how to test the test How to test the test Because this course is required to test the test So many people can see it Harford Tom Merz 30 Nary Sussman 少長也來過台灣 跟我們的當中的部長有很多的辯論 跟布教本人有很多的辯論 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說法 他只把Harford Yale跟Burk 連在一起 他說 如果把最好的教授 和很多人連在一起 那我不死 我是要操控的 什麼事情 他才超90塊美金 他的課程非常非常有意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Great thinkers think not only about questions central to the discipline, but also about how those questions relate to the fields around them.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We physicists invented the laser beam. We invented a transistor. We helped to create the first computer. About collectivities. Something weird that you cannot see if you just study individuals. This is a population pyramid. It's one of the basic descriptive tools of demography. Having to come at some point to grips with Socrates. Any sense that you produce or understand responds to something other than the linguistic? There's an excitement about scientific discovery, which is like practically nothing else I've had in life. Socrates is a part of the fie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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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rvard's power is still very strong. I believe there's a huge opportunity to do this. We'll see Stanford's power is still very strong. He's still very strong. I want to be a leader of the center of the field of the field. 所以现在东岸有一个哈佛的MIT 西部西安有一个Stanford的中心 你看他们还是两大阵营 这个人很好 这样才有竞争 因为西部还是比较新的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会有怎么变化 他们现在还在做实验 很多的认知科学还没有开发出来 认知科学还没有开发出来 我最近去MIT的Brand Science学院 他们在讲的东西认知科学是不一样的 不像现在这样的方法 他说如果要训练一个小孩的记忆力 最后用音乐 叫他唱歌 因为他重复和重复 叫他眼睛要更好 学画画是最好的 是认知科学 我认为很有意思 以后很多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 很好玩 另外一个叫 Udacity Google的VP 他是一位教授 现在他有办一个 中文章的文章的课 吸引全世界十六万人参加 比MIT更多 他说也许五十年后 全世界只有十个大学 然后我们都不同意了 台湾就超过十个了 五十年后也不是我的事 不管 你们管 你们管 我们都不管 现在剩X你们去管 不过 这个会有大的变化 他说 Amazon卖那么多书 现在不卖不出书店了 Google的报纸 那为什么学校不会有变化 这个学校的行为 本身要改变 学校是学生的 学校是一个 每个每个人做的 东西 学校完全是一个 不需要 一条稳定的路 我问MIT的校长说 你搞这个什么意思 MIT说 二十年后 我MIT大概人 会少一半 我说 那你自己自毁前途啊 他说 不是 我毁我自己 总比人在毁我好啊 那很好笑 但是我MIT是要做impact的 我要影响全世界 我这个impact会很大 他这样一个胸怀在半学 一个世界学校也要这样的胸怀 我说 很了不起 因为他说 你看 政府的预算 绝对不会增加的 那现在的 销售的针款 越来越少 我的钱放在银行里面 也装不到利息 我只好说一半 但是我影响的可能是好几倍 他们这样想 那我的研发还是最强的 他想到 大手部也把它关起来 就用online就好了 所以说 他们在探讨说 有这么多degree 那是好呢 还是说我要好多个问题好 我们再看下面 他说 library 也就是library 然后学校 或者课程 然后打degree 在library 是被 big data cloud 取代掉了 没人去library 那 open course 会不会取代很多cores 然后文凭是否取代了degree 所以 这个现在 我是一个问题的 我不是来这边 我不是来这边 这边 你先怎么讲 来这边吐槽的 我会来吐槽 这个是一个疑问 如果我是个产业界 我喜欢这个 我不是来吐槽 所以说 你如果有修Stanford 设程 设程 你有修过Haf 里面的Humanity 你有修过MIT 的那个什么东西 你读了很多很多 刚好是我要用的 我都要你 总比一个博士 他论文跟我完全不大高的 我为了他的博士所谓 我请他 没有必要嘛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 其实真的是需要 好 这个学校谈完了 我们在这边管理学员嘛 我们就谈business business有很大的change 其实 现在 现在的人一定要什么呢 不是 这人要 说你会不会 学了 论了 然后你unlearn 然后再论 就是说 你学的东西 然后再说 我已经学的不对 然后重新再学新的 我们过去的 中国人 孔子论语 论语读了以后 我一定是对的 不会否定论语 那你就什么都是新东西了 那我不是说 你要你推翻孔子了 但是问题是 有很多东西是 要unlearn and relearn 的事情 所以说 unlearn and relearn 就叫 讲到business 过去是一个工业型的经济 那我们去谈products 谈service 谈物质 谈劳力 谈资本 碰到这个知识性的经济以后 我们谈information knowledge 这个台湾根本是没有了 谈创新性的经济 就不一样了 就谈信心价值 然后globalization scalability 然后怎么来IT化 怎么来attability 和creativity 谈这个的竞争力 所以说 创新性的经济 一定要说 它是不是destructive 是不是replaceable 因为google 就replace 那个ancyclopedia replace library 那它是不是scalable 它可以进过IT化 scalable 它不是是profitable 那google 是找到广告商 来做它的profit Facebook找不到 Facebook本来那个model也很好 最后一个它找不到profitability 所以Facebook是一个 因为上来石油 drop下来 因为它的bit是莫尔 不对 像人家问我 有一个投资者问我 你要投资Amazon 还是投资google 我说 嗯 两个都是我的客户了 所以我很清楚 他们买云东 就是我在做的 谁买云东 我就知道 Amazon对 Google比较差一点 为什么 Amazon的user 是配Amazon的 Google的user 不配Google的 那哪个过瘾 当然是Amazon过瘾 所以Amazon也不是出在Stanford 它没有读过Stanford 它更厉害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整个的profitability 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value很重要 OK 现在呢 谈business的话 这个时代是 完成去 这个disruptive了 完成一个取代一个 所以像那个 技术会取代 disruptive 那又是behavior 被disruptive disruption掉 那business model也可以 做一个创新 破坏创新 这三个都可以的 比如说 2011年 那个iPod 整个取代掉 Walkerman 所以 现在的孩子们 从来不懂 什么叫Walkerman 我们知道 我们是Walkerman 时代的人 他们是iPod 时代的人 不一样 所以这个完成取代的 说你毫无 毫无 反手之力 为什么 就是一个 美国跟一个 日本 完成不同的教育 不同的思维 所以整个被 摧毁掉 摧毁掉 所以说你看 技术 硬体变很便宜 台湾做很便宜 软体变很便宜 因为APP 那behavior的话 user grow fast user centric 社会经常都是 user为先的 所以 user被改变了 随身被改变了 现代人被改变了 那商业模式的话 当然是 mini也改变了 learning也改变了 government也在改变了 这个改变 在里面我们找什么机会 好 我们再看 像Google 它是把一个 search engine 它是一个 software technology 改变了 使得人类 behavior改变 我们去找资料 是完全从电脑来找的 根本有个big data 在那边 它必须没有改变了 它就很像广告了 它完全把电视 很多钟被取代掉了 所以 这个是一个这样的 那 那个 steep top 它从 hardware 先改变 改变以后 使得你 听音乐的 behavior改变了 因为 以前你只要wakerman 你要放一百首歌 放一千首歌 那你又是behavior 改变了 他改变了 还有iTune App Store 改变了 所以这个有三个改变的话 像它的技术改变 它把book 变成一个ebook 那整个behavior改变了 看书 在读书 还是一样的 一样的behavior 但是 它整个的 从电脑上跳到 这个behavior方面来看 那个 那个 Facebook 它是behavior 能引人之间的 那个interface 改变了 这个behavior 但是它这个不怎么成功 所以现在 现在它的behavior 不怎么好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股票给了一半 所以 正过来讲 我们再看 Marketing 是被改变的 Dragon 过去Motorua 那个叫大国大 很贵 因为你没有电话 没有移动电话 你直接买它的 所以产品是这样 我有这个 OK 你不买算了 好像那个Ford 它第一台汽车 汽车就绝对马车了 你不买这个汽车 也没有了 它只有黑色 没有白色的 但是 但是 Nokia怎么成功呢 它聆听社会者的意见 它meet consumers favor consumers favor 那个嗜好 有些什么红的 有什么白的 有什么蓝的 OK 我们都有 大小的薄的 我都有 这个叫feature form 好 后来 那个Apple 出了一个机器 但是 它把human spirit 满足了 把人的欲望满足了 为什么 你玩game的 它里面有 software app 你要看天气也有 你要看照片也有 你看什么都有 这个是满足人的 spirit 人的欲望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这个smartphone 是smart 这个smarting 是1.0 2.0 30 是这样子 要往下走的 好 现在因为创意型产业的话 就是marketing 3.0 创意型的 所以说你看 在创意型产业里面的 value to the insert summit as value 这个value 先创造出来 那这个value 谁pay这个price 那你如果price 比你的profit多 比thecost 比你的profit 所以很多创意 创业 那我这个很了不起 但是没有人买 人家不用你的东西 就算用了 人家会不会付钱 现在的是零付费的时代 零付费的时代 零付费的时代 人家Google是零付费时代 Google的price 是trust给那个广告组的 不是trust end user的 它的value 他也不知道 你用才才有value 所以这个模式 不像以前 我一个电视机 我一个电脑 就是这个钱 我的材料多少钱 我的利润就是多少钱 这完全跌幅以前所想的 以前说 我这个多少钱 我成长管理 怎么样来行销 多少费用 最后都卖多少钱 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的 差不多 产品差不多一样 品牌大一点小一点而已 但是现在不是品牌 所以很多时候 一个品牌 the winner take all 不会有第二家Google的 不会有第二家Apple的 不会有第二家Amazon的 这样子的 这个残酷的一个情况发生 就这么 这么 所以千万不要想说 你在家里 就在小时里面 空想就是 你就会创业 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这样简单的话 我都 公司 太多太多房间 你们关起来 每个创业就好了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你们这样 愤怒鸟 就没有几支 很多 很多支还没有出来 没有辅助 已经死掉了很多很多 真的 错译场里面 真的是 是失败的 是成功的 只有千分之一 这样子而已 真是有那么多人 在想这个创业 所以我们要 你要先 先看这个时代 在干什么的 又是 什么样的情形 为什么是 什么样的情形 我现在收到 太多太多 这个proposal 来创业 让我看 真是很少很少 make sense的 我们不是说 这个人已经有了 那我们台湾可行 或台湾不可行 那台湾太小 所以这个 这个chance 太 unprecedented change hyper competition and what kind of knowledge you have how fast can add like new knowledge 你真的 非常多东西 是knowledge domain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说 我们研究医疗云 不是 医疗云的话 你 不是你所想像 这个这样子方法的 我们现在想说 招业云 应该怎么做 不是现在的方法 去做招业云的 不是现在这个方法 去做什么什么云的 是要 完全创新的方法 使得人家 不得不要 用这个云 才有办法 我关系 人有医疗云 我跟台大医学院 跟很多人都谈 所以 还是把东西自动化而已 那不是 不是 那个没有很大的 value所存在 一定要 要 disruptive innovation disrupt change 非要不可 完全满足使用者的心态 所以 what matter now 这本书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是 应付这样子的 快速变化的 那个 那个 世界 我们都要 adopt change as fast as change itself 要快 快 adopt change adoptable innovation is the work of everyone all the time every day people willing to bring the gift of their creativity and passion 怎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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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的 那个 影响 那个 变化 就只要 leadflop 我比你更前面 所以为什么我要去MIT找他们合作 我们去Stanford 我们去Berkerie 我们去Harvard 看到现在世界在变 往往会在学校 都会发现有这样子的端倪 有这样子的趋势存在 那我们是不是 它这个 我们这个场域应该怎么样做 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 它想做一生 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 是不是我们的产业的竞争力 我们没有竞争力 我们也不要做了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残酷 你最好方法 就是跟那个鼎正大学 跟谁leadflop去看 按这个时间 那第一个 我们 我们每天都在激励 怎么去做 像那个Apple 跟一般公司怎么谈 Apple我很了解 因为我 1997年开始 我们都是它的 那个合作厂商 他们 他们是 be passionate 不是 他不理智的 是一个热情的 那个 他要很cautient 不是 就是 他lead don't follow 我们就要领先 am to sacify no am to surprise 我的产品 surprise distrupt你的 我要取代你的 所以说 要实际 no I am reasonable good I am reasonable 你不得不要我的产品 in the weight when it's three no in the way in the sense 再她 原浅成你 就是我的 我的 我的那个创新是 你想象不到的 你真的是 所以我们 为什么我们 云端的这个硬件 能够几年 几年来 几年来 传写三面之外 我们做的 所以 我们是跟英条一起做 很多的创新 是跟 你无法不买我的东西 这样才能够有好的价格 这一句话说 知道所有的细节都要弄好 所以想像工程师 感觉像工程师 这个很糟糕 这个我很喜欢 想像工程师 因为人家说我很喜欢艺术 虽然我不是艺术 那是艺术家 我很喜欢手指 为什么广大需要艺术在里面 因为他们要浪漫一点 想 beyond 不能这样子就完蛋了 这样子就被人家取代掉了 我们不然学不了Apple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也许这个feel 我们可以跟Apple 我们不是跟他做一个同样的人 在另外一个cloud 我们是跟Apple一样的模式 做不做到 所以我们就辨测 因为我们太了解Apple 因为我们老头子 就要去带大家 做革命很难 所以说广大如果不transform 我们就会完蛋了 这是一个生死的一个决定点 所以我们要rethink 我们转链 转链 转链 所以我们以前做 box manufacturer 做盒子的 现在我们做cloud solution provider 我们要给你 我们不做service 我们是support provider 为什么 我们有非常多的hardware 可以 我们加我们的software 就可以 那我们要重新教育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以前的do software engineer 是最大的 要不是innovation design thinking internet economic 怎么来谈 要有一个passion存在 产生passion 其他每个人去学习 然后我们invent ourself 我们要culture 要从变 比如说是我们要变 processor变 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在过去我们是制造型的 现在不是 是重新型的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 这个改变还在进行当中 那应该 还要再过三年才会成果出来 但是有一个好处是说 我们是hardware 就原来的hardware 我们都很齐全 无论health care也有 无论那个 那个家里的也有 Tablet我们也做很多 所以我们 开始来包那个solution 它蛮好的 像我们很压抑说 去做医疗 哇 你那什么是不一样的 英国想法是不一样的 加拿大是不一样的 整个社会制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讲那个education 哇 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研究education 因为education 是要用clouds整个变化的 所以我们怎么supply solution 我们本来不是说这么深入 对教授这么有使命感 我也不想当校长 也没资格当校长 但是我要做机器 我要做机器 像IBM IBM这么了解这个航空公司的运转 它不是航空公司 IBM很了解这个银行的运转 因为它要卖银行的机器 solution 就是我们这样谈 所以这个整个改变 所以我们请哈佛 请MIT 请Standvo来教我们 我们请MIT 台大也 我们学校长 两年前 启动我们广达的EMBA 所以学校非常非常多的 新的概念 现在 engineers 不要跟我讲说 我这个产品 所向无敌 我还是卖不掉 不要给我看 他说 我去三国EMBA 那个女院长跟我讲什么 讲什么 然后我这个学校里面 台大也有很多 教授很帅 很多女教授很美丽 看到那个 我不能讲谁了 不过他说 我也讲上课 他们非常满意 我说很谢谢台大给我们的机会 不过我们还继续在谈 不过这个很好 就是说 最少我们现在把管理所业院 跟我们的企业 我们尽量联起来 我们就看看 以广大转型需要什么东西 那广大以外 别的公司也会转型啊 那如果广大出来 这么好的人才 能够帮忙在转型的 那里的人才去 广大是很多人抢的药 因为好的学校 出来 好学校能够跟产业 要的人才 那多少薪神的都愿意付 多少薪神的都愿意付 这个实在是 那个 这个我们 其实我们在讲一件事情 我都很一直强调说 学校 stops stops 这个很 这么 我是非常尊敬他了 那个 为什么呢 他不是一个engineer 他不懂hardware 不懂software 甚至不懂 那我后来跟他讲 说他是一个humanity engineer 为什么 他把 这个是 我很 我昨天我自己蛮聪明的 因为 我在去年都讲这个事情了 这个hardware 在今年14日才在讲这个事情 我找他看出来 他不是 是我讲 后来他跟他听了 因为我在博准讲 我在博准一个演讲里面讲 他把humanity 跟science 连在一起 我在想 这个science 应该是 应该是 software的science 还是 social science 他把technology 跟creativity 放连在一起 他把art跟engine 连在一起 很多人懂得 这个 这一块 也很多人懂得这一块 但是连起来不会 哎 这个才厉害 这个五音高手 还是要厉害的 不是说 那个 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那 那是 Apple 会不会永远之赢呢 不见得 再看 再多看三年吧 他不在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 我也不能讲他 是我的大客户 因为 Apple 我大客户 Google 我大客户 Facebook Amazon Microsoft 都我大客户 他们的内情 他们的内情 我知道 他们买什么东西 他们跟我谈 Vision 我也谈的 然后 我们跟高层园 我都见了很多 但是 但是 我有一个感觉 那个CEO 越年轻的 越懂得 Jenryson X 明白我意思啊 他这个CEO 年纪大了 根本不了解 新的怎么变化 越年轻 越有创商新能力 好 那对广南怎么办 广南这个老公司怎么办 也是很大的差点 那广南在台湾怎么办 台湾也不够 这个市场不够 新的 这个事实也是对的 因为我们人口 我们用户太少了 比如说我想办一个出版员 就没办法 台湾出版业 只要那么小小的东西 那我 我说 我要比Amazon 更好的一个 绿色模特 就是没有办法 但是 但是 也不要泄气 就是说 华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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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20亿 很大的market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 也是一个 很大的market 他们有 它的限制 他们有 他们的 天先的条件 人很多 但是它有 很多很多 难处 那 我们有我们的 优点 所以说 你们这个 年轻人要创业 还是说 你们一定要参加 新的事业才有希望的 因为老的事业 all industry 在shrink当中 也不会再请人 因为 proprieties 越来越差了 又被squeeze了 那 台湾还有找人吗 不会找人吧 那还是亏钱 那你说五年前 台湾会亏钱吗 五年前不可能吧 建议自身的行业 怎么亏钱 这个是由一个generation shift 这四大的shift 下来 那为什么台湾现在常常出问题 因为过去的台湾是 日本 受日本受益的人 很多 干部很多 他是一板眼就做的 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人了嘛 那个generation change shift 的话 你的很多行业就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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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它的竞争力 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说 谈管理的话 不能谈 最重要还是这个 generation的这个 整个的shift 那我们他们很小嘛 如果大陆不不不不不不 没关系 我在产业 以去大西部 大西部就比较 农夫比较多 比较保守 比较不会 比较 那我们是 哪里去啊 我们以去花莲还是一样嘛 没有变化的嘛 所以我们 但是我很喜欢 英国的这个 政府 他们的政府 跟我们的政府很像 他们也是个岛国 但是他人比我们多很多了 历史有久很多了 还有八千多万人口了 我们就两千多万 但是他们政府 非常年轻 非常creative 他们的制度 是非常creative 所以说 他办的奥运 比北京办的奥运好太多 我去看过希腊的奥运 看过北京奥运 看过那个 人敦奥运 北京奥运 是最好的 他利用 他对这个 商业的管理 非常成功 非常新鲜 非常新鲜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在管理上 应该谈 伦敦的奥运 他在管理上完全不一样 我去 晚上去了巴西 就糟糕了 巴西很糟糕 很糟糕 所以看奥运 也是可以做个 case study 英国是很强 英国是个岛国 他不认为 他是欧盟 不认为 欧洲大陆 他有他自己的 很有特色 很有自傲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 很多地方可以学习他们 我想说今天 今天就拼凑了 有点紧凑 有点新鲜的压力 那位少长来 要讲多一点 丰富一点 我想说 现在先把演讲的部分 到这边做个报告